第一個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立場 所以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跟我應該沒有什麼自己的關係 第二個 做任何事情都是自己 選舉每天都在講別人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講講自己 講講自己要帶這些城市去哪裡 講講自己要給這個城市什麼樣的未來 而不是把你的勝敗依靠到別人的選擇上 或者是靠別人的不管是什麼樣的操作 我還是回到一句話就是 台北市民的水準已經不需要再做這些操作了 我覺得那沒有什麼意義 民進黨他們每個人每天都說很多話 國民黨也在說什麼祭寶 大家都在說 我沒有辦法每天回應這些空穴來風的事 第二個 沒有必要故意去把人家貼標籤 不管是誰 誰先做出來就是誰 我說的是內容大家可以討論 但是你講票切這兩個字請你收回去 如果他不收回去的話 我隨時都可以提高 民調常常上上下下每一天都有變化 這是很正常的事 大家不用每天把它當股票指數來看 你如果要認真看的話 就算你是上市貴公司 你要先把你的本業做好 本業做不好 每天看股票指數 將來只是可能會打回原型而已 所以重點還是本業要做好 本職 候選本身 然後政黨本身 我覺得還是回到最重要的是 要爭取人民的認同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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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